那时候 耶稣和门徒来到犹太地 同他们一起住在那里施洗 那时 若汉也在宁静撒林的爱隆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 人们常来受洗 那时 若汉尚未被投在间里 若汉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 关于曲解里发生了争辩 他们便来到若汉前对他说 腊皮 曾同你一起在若旦河对岸 你给他作证的腊位 看他也施洗 并且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 若汉回答说 人不能领受什么 除非有天上的赏赐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 我曾说过 我不是墨西亚 我只是被派遣做他前驱的 有新娘的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视力静听 一听得新郎的声音 就非常喜乐 我的喜乐已满足了 他应该幸胜 我却应该衰微 我却应该是新郎的